我小的时候一位老中医告诉我 夏天多喝冬瓜丸子汤 一年四季不用开药方 先把冬瓜去皮 然后切成滚刀肉 肉馅里加个鸡蛋 盐 胡椒粉 一大勺淀粉 摔上9987下 这样的肉丸更有弹性 先把葱姜炒香 下入冬瓜 翻炒出水汽 加入适量的长姜水烧开 把影响口感的葱姜剪出去 关火下入丸子 或者最小火下 保持汤面不要沸腾 这样煮出来的丸子 个个紧实饱满 每天更新一道家常菜 点个关注收藏起来 不会做还能找着我 多余的调料不用 只需要沿河鸡精 出锅前来点香葱香菜 还有枸杞 大量的香油 喜欢喝汤的 快给家人做起来吧